ication 娘 回来了 在做饭呢 是啊是啊 你这是要送给谁的呀 夏合啊 我给你姐和凡真 去送点吃的 好 你知道他们办学堂的地方 在哪儿吗 我知道呀 我姐昨晚跟我说了 你啊 我去就行了 一起一起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是犯困 也想出去溜达溜达 刚好 今天天气不错 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 好好好 小心 烫 烫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 上了这么长时间的课 说了这么多话 多喝点水 嗓子都快冒烟了吧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我说 月轩她现在没时间 但是我有啊 我们俩 使唤谁不是使唤的 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 朋友之间 不就是互相利用的吗 月明 谢谢你 我最怕的就是你说这个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日夫妻百年 好了 不说这个了 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那我走了 你们看看 这上面的海棠 就是咱们的海棠老师吧 海棠老师原来在朗里春工坊 当过女工的 还给朗家当过儿媳妇呢 老师大有来头啊 能跟朗里春扯上渊源 看来是有真本事啊 海棠老师家里是做丧葬的呀 那有什么 英雄不问出处 咱们是来学本事的 学习是本分 其他的跟咱们没关系 你们先回去吧 阿姨 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们是来找海棠的 海棠姐 姐 你看谁来了 娘 夏合 海棠 娘 你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给你送饭的 姐 来 不用这么麻烦吧 那个就是海棠的娘啊 你要这么好一趟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好好好 海棠老师 这报纸上说的是您吗 是 说的是我 我娘和我爹 都是非常优秀的美容专家 他们曾经研制过 很多的美容配方 我刚知道 他们曾为逝去的人 化妆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娘说了 人这一辈子 就活一张脸面 这张脸 是人的门面 也是人的尊严 活着的时候需要美 逝去了 同样也需要美 这个美 是留给他们爱的人 以及爱他们的人们 最后的一些念想 也是离别前的一些安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值得被尊重的 对 是啊 老师说得对 这位 就是我娘 那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的事了 我们先回去了 你们先回教室吧 好啊 好 走吧 老师再见 海棠 你爹要是知道 这么多的人跟你学手艺 他该多高兴啊 做老师一定要认真 负责 一丝不苟 明白吗 你放心吧 娘 夏合 你先带娘回去吧 好 姐 那你要记得 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 这海又调皮 那我们先走了 您慢点走啊 娘 阿姨慢走啊 行 那我们走了啊 夏合 照顾好啊 知道了 那我们先走了 海棠姐 你还记得楚楚吗 记得 咱们工坊的员工吗 对 就是她 她本来说 要跟我们一起来上课的 但家里出了点事 不能来了 要不咱们抽空 过去看看她吧 他们家出什么事了 好像是 她娘生病了 我去找她 顾老师 月轩 你怎么来了 本来想来听你上课的 但是我临时有事 耽误了 对不起啊 怎么样 还顺利吗 顺利啊 本来我以为 面对这么多的学生 什么都说不出来呢 谁知道 我一讲到化妆的话题 根本就停不下来 最后我还脱糖了呢 那就好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对了 你看 这我看过了 虽然这报纸上 写得有一些偏激 可它也属实啊 我觉得肯定是有什么人 在里面故意做文章 但是我没想到她是谁 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就担心会影响到朗里春 不会 你就好好把你的学堂 嘴掌在别人身上 他们爱怎么说 就让他们说去吧 我们只要做好 我们自己的事 可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没你说得那么简单 不论啊 我这不论 怎么认真是 穷了 那对了 我只是索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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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了 什么意思 我回去以后就琢磨 接吻 原来是有味道的 有香 有甜 它不仅仅是一种美的感觉 我觉得我能把它具象化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 你还记得 你跟我说你小时候 特别喜欢腌制水粉的味道 你觉得特别好闻 就吃了一口 吃完以后呢 呛了一天吃不下东西 所以我就想啊 如果我们能做一款产品 让它既可以食用 又让顾客觉得它 无毒 无害 把这种美的感觉 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味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和你接吻 是有味道的 咱们就把它制成一款口红 你那天的味道 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本来我还以为你又要不正经了 但是仔细想想你这个想法 好像真的挺不错的 那你考虑考虑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洋派 很罗曼蒂克啊 海棠 你的才华毋庸置疑 我希望你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把这件事情 做成了之后 我相信我们两家的误会 也一定会解除的 怎么样 好是好 可是朗里春 在昆阳是大品牌 他肯定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我就担心我的身世 会影响到他 这不由我呢吗 海棠 请你 让我和你一起分享你的梦想 大胆一点 好吗 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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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来 您坐 我让厨房炖了点莲子羹 趁热喝吧 谢谢娘 我一会儿就喝 你都看到了 你真得和那个顾海棠 断联系了 月轩这孩子怎么说都不听 真是气死我了 娘 这件事呢 你就别操心了 我们兄弟俩 心里自然有数 你以为我想说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们俩好 月轩那边呢 我不知道 我 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你从小就比月轩稳重 娘相信你 对了 下午末话来过了 我听说了 他说 他要去给海棠点教训 这孩子做事容易冲动 当时我在气头上 也没拦着他 现在回头想一想 真是担心 他做出什么出壳的事 好 我会抽空去找他一趟的 你当哥哥的 要多劝劝月轩 我跟他差着辈分 有些话 可能说不到他心坎上 但你俩是兄弟 你说的话 他也许能听得进去 好 你放心吧 月轩那边呢 我也会好好劝劝他的 你和海棠 虽然有过夫妻的名分 但是没有缘分 这是老天的安排 天意不可危 知道吗 娘 咱不提这些了好不好 现在对我来说啊 您把身体养好 比一切都重要 要不然呢 你说要我这儿子干什么用呢 是不是 乖儿子 就是这儿了 该怎么做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件事如果办成了 我还有赏钱呢 你放心 这种事我们以前经常办 保证给你办得干净利索 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我爹是谁你也清楚 这事你要是给我搞砸了 你以后可就别想在昆杨 继续混下去了 一定 一定 老爷 你天天早出晚归 小心熬坏身体 先喝碗汤吧 没办法呀 生意难做 到处都得打点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事 你考虑过没有 岳明到工坊也有段时间了 岳宣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也把工坊管理得 井井有条 甚至比岳宣 更加有商业头脑 不如你干脆就大胆地 让他挑起来试试 我说你这个考察期 也总得有个期限嘛 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 但让他做什么 他能不能够胜任 还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 要是他自己不积极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那我把他叫过来 让他跟你说 爹 岳明 娘 你也在哪儿 正好 你爹有些事想听你说 你要有什么想法 大胆跟你爹讲 好啊 爹 我正要找您说这个事呢 其实呢 我也想过了 我可能真的不是那块 做生意的料 为人处事方面呢 也比较愚笨 之前做的那几件事啊 都是在大伙的帮忙之下 毛毛躁躁完成的 但是 我真的不愿意看到 您跟娘太过于操劳 打心眼里 想为这个家出一份力 所以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谨记一点 再苦再累 都会把您交代的事情做好 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很踏实 朗里春 有今天的规模 是咱们朗家人 一辈辈投拱地干出来的 没有好办法 都是笨办法 既然你今天 这么正式地跟我表态 我相信你也一定想了很久 这样吧 原料供应这一部分 就正式交给你打理 你有没有听到 你可得好好干 千万别让你爹失望啊 娘 我听到了 原料供应这块 对我们朗里春来说至关重要 进出的账目 与供应商的业务往来 原材料的质量等等 这一系列环节 都要你来拍板 你知道什么叫拍板吗 就是由我来判断和做决定 错 是如果出现任何纰漏 都要由你负责 我知道了 那出了纰漏怎么办 老爷 月明才刚刚上手 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嘛 何况是咱自家的生意 有一点闪失 就当交学费了 这个学费我不出 爹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把事情做好的 不是尽全力 是要万无一失 原料进进出出 手续繁杂 这个环节一旦出了问题 整个工坊的生产 都会受到影响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你自己慢慢去了解清楚 说多了没用 我要看的不是过程 是结果 好 我知道了 别累了 我回房间了 月明 你有没有听到 你爹对你也是一番苦心 记住他的话放开盖 有什么事有娘呢 娘 您听不出来吗 爹他根本就不相信了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么晚了 还让你们跑这么一趟 大家都是姐妹 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海棠还说了 等你娘病情好些了 你就过来跟我们一起上课 那真是太好了 还有啊 这个 是我跟樊真的一点心意 你收下吧 不行 海棠 再说了 你们也不富裕 你们能来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就拿着吧 收下吧 都拿着 听我的 不够再跟我们说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走了 给了 都在这儿了 这么大老板 就该这么一点钱 每次都这样说 人家给的再多 也架不住你天天去赌 废话 我要不去翻本的话 你们都吃啥喝啥呀 放心吧 放心吧 我这是最后一次 妙兰 这么晚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恭喜你啊 听说 咱爹要重用你了 你也知道了 我还不是为了帮你吗 爹一直以来 都不太看重我 你可别到时候压错了宝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 我这一次次的帮你 我图什么呀 你可不认识 妙兰啊 你可千万别聪明反辈 聪明误 这话用在你身上 比较合适 说吧 这么晚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莫化来跟我打听过 海棠学堂的地址 我猜 他会去学堂 那是一定的 还需要你说吗 这可是你的好机会 怎么了 我觉得你对月明 是不是太刻薄了 爹 他之前把东方香水 那件事处理得多好 你怎么就不愿意让他 在朗里春试试拳脚呢 我将原料供应的部分 交给他 还不够他视拳脚的 你对月轩 是一万个放心 月明做什么事情 你都鸡蛋里跳骨头 你这样一碗水 端得不平啊 月轩跟月明的情况 不一样 月明那番精力 给他造成了 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所以我这么做 是为了他好 他从小被圈在家里 一家人都围着他转 他从来没吃过大亏 我这么做是不想让他觉得 无论他出了什么事 都有人在后面给他兜着 我看月明 他自己心里有数 不像你说的 那么不堪一击 这是男人的自尊 月明的自尊心尤为强烈 他把什么事都吞进肚子里 不愿意说出来 他害怕被别人瞧不起 我知道你爱护他 但要有尺度 你就是看不上他 月明没有自信 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他必须经历一些挫折 摔两个跟头 然后自己爬起来 才能够忘掉那个 本来软弱的自己 你千万不能再护着他了 贯子如沙子 你必须知道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 是不可能管孩子一辈子的 如果交不好这两个儿子 我愧对祖宗 留下来的这份产业 但你也不能 就这么一直熬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这不是着急的事啊 月明情况特殊成长得慢 没关系 我愿意等他 对了 老爷 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 我看了 这个顾海棠 真是我们朗家的克星 你不用在意这些流言蜚语 朗里春这么多年来 经历的事情也不少 让他们折腾去吧 这你倒是心宽 我看到时候真出了事 你怎么办 去睡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你怎么这么多人不来上课 就知道 你可是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那么事啊 不知道 老师来了 今天来的人好少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咱们之前上的课反应挺好的 大家都挺积极的呀 可能原因 您在于我吧 顾老师 我 我们今天的课 还上不上啊 不上 怎么不上啊 好了 咱们准备开始上课吧 顾老师 顾老师 外面 外面有人来闹试了 怎么回事啊 别冷静着 别别忘了你们要挤了 你们好好说 好好说行不行 别挤了 别挤了 别忘了你挤了 冷静着 冷静着 大家冷静着 就是啊 你就是说啊 别求我们解释 大家冷静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 谁是顾海棠 我就是 你给死人化妆 现在有堂儿皇之的 办理所学校 教这些学生给活人化妆 他们学会了之后 怎么上班啊 就是 给我们个戳法 你这是骗人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孩子们解释过了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不用解释了 现在整个昆阳都知道 你们顾海棠一家 一直给死人办丧事 你这样的身份出来办学 你这不是诈骗是什么啊 就是 今天必须做了一个戳法 听我说 海棠老师从来没有 给死人化过妆 谁都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 你们所有的人都是 他母亲做的是善事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大家 那行 我一个人代表不了 所有的家长和群众 大家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给我们退钱 就是啊 初初 这个过海棠 把我们都骗了 家里以前是做白氏起的家 咱们根本不知道 咱们以后要是在这儿上学 传出去啊 还怎么在这个行业里混下去啊 对啊 怎么混下去啊 是啊 是啊 怎么混了 初初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就是 初初 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你干什么呀 安江仇报啊 我要知道是这种情况 我就不叫我们家孩子学 你这不是坑人吗 大伙说是不是 对 坑人啊 各位听我说 各位叔叔阿姨们 你们冷静一下 我教学生 只是想把我懂的知识 都交给他们 让他们有一身真本事 我承认 我承认 我爹和我娘 确实给逝去的人们 化我妆 他承认了啊 他承认了啊 别说话 我说话 但是他们是本着 助人为善的目的去化的 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不堪 不停 不滚 退钱 大家安静 学妃我们会退给大家的 大家先回家好吗 不行 只要不对钱 我们就不走了 不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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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一下好不好 我们就不走了 我都按照你的吩咐做了 这些学生和家长 可都是我 联姨挨个儿通知来的 你做得很好 不过我听说 你跟海棠原来 一直是一起 在工房工作的 你这为了钱 连朋友都可以出卖 女人做事呢 就是这么精明 得为自己考虑 钱只是一方面 我一直都不喜欢顾海棠 从他进入工房的那一刻起 他就抢了所有人的风筒 还嫁进了朗家 他一个外地来的村姑 他凭什么这么好命 这不是好命 这叫本事 他就是会算计 要不然 干嘛和朗家的大少爷 月轩少爷纠缠不清呢 行了 你下去吧 该说的话说 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走 快走 走 走 事情闹大了吧 什么事啊 别装了 在我的地盘欺负我的女人 你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 我 我是路过 好了 我不是来追究你的 我和你一样的 是来看热闹的 大家冷静一下 千万会还给大家的 不要这么激动 住手 冷静一下 住手 冷静一下 热闹 你们要干什么呀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对一个女孩子 算什么呀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让开 不然连你们一块儿砸 那今天我要是不让呢 不让 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兄弟们砸 别打了 热闹 你别冲动 热闹 你 热闹小心 别打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热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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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大家 别打了 热闹 热闹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别追了 玉明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你都流血了 走吧 咱们进去说 疼吗 不疼 最留了点鼻血而已 你以后不要再逞强了 刚刚那个情况多危险啊 万一把你打坏怎么办 我怎么是逞强啊 你没看他们怎么对你的 我要不拦着的话 他们早冲进来了 岳明少爷 刚刚多亏了你 要不是因为你啊 我跟海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别这么说 保护你们 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吗 我看这个学堂 是开不下去了 海棠 你别这样就灰心了呀 凡事都有一波三折 好事多磨 你不能这样就没斗志了吧 嗯 月轩 你没事吧 我一切到樊枕电话就赶过来了 我没事 多亏了岳明 要不是他 我跟樊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说没事 刚刚一群人围着他一个人打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我没有什么大碍 放心吧 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说是学生的家长 可我们看着不像啊 海棠 我在电话里听樊枕跟我简单说了几句 你别多想 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不能常待了 如果你想搬学校的话 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 不行 如果说海棠要搬走的话 别人会怎么说的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办学 错的又不是我们 为什么要躲 我说了要躲了吗 我只是为了海棠的安全着想 有我在 你觉得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确实有点问题 事实是我比你来得及时 今天要不是我在的话 后果根本不堪设想 你知道吗 好了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月轩 你送月明去医院看看吧 用不着 我自己能醒 月明少爷 我送你 你确定你没事 没事 好 我送你回去 好 你们在干吗 您就是顾海棠吧 我们是大光明日报的记者 听出您家祖辈帮助练之丧 您也曾在朗里春做工 如今搞一个什么化妆学堂 那我们问一下啊 给死人化妆和给活人化妆 这两者有什么共性啊 无可分告 这 您是朗里春的朗月轩少爷吧 这顾海棠先前嫁给朗里春的大公子 朗月明 这后来又被休了妻了 你们二人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是啊 什么关系啊 对了 顾海棠 你现在跟朗家还有来往吗 那你们以后在生意上 还会有合作吗 这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朗里春可是咱们昆杨首屈一指 卖烟制的大户啊 对啊 顾海棠身世离奇 一直跟你们朗家关系密集 这些事情我们群众有知情权 是不是啊 对啊 是啊 我们有臭目秀一下吧 月轩 你赶紧走吧 你在这儿对你不太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样 你们不是想问问题吗 那跟我走 好吗 好好好 海棠 你先回家 走 月轩 月轩 π 娘 海棠 这外面吵吵闹闹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儿 娘 是不是我帮隔壁家的婶子 处理后事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你别瞎想了 怪我想是不够周全 以前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有人找你爹帮忙 给那些破了像的死者 处理仪容 别人劝你爹不要去 说晦气 可你爹呢就是不听 他这个人啊 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别人 果不其然 这件事情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 敢给你爹活干了 倒是那个死者的家属 对你爹是感恩戴德的称赞 说你爹的手艺特别地高超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爹的手艺 能够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是啊 他一直在研究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用在人的脸上 看上去就会透明 白皙 没有瑕疵 他一直在完善这个方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把这个方子 用在死人脸上 没想到啊 这个死人看上去 就像活人一样 神采奕奕的 娘 你说的是爹的芙蓉膏吧 是啊 可是事与愿违 自从他研究这个方子以后 麻烦的事情是一个接一个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把他找出去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海棠 你爹是不是很久没回来了 没有啊 娘 您不是才见过爹吗 不对 你在骗我 他失踪了 你是来找他的对吧 你找到他了吗 娘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娘 您别想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爹一会儿就回来了 娘 娘 您忘了 夏合 爹他出去没多久啊 您怎么又忘了 是不是姐 是啊 娘 没走多久 我看啊 咱娘几十岁的人了 一会儿都离不开咱爹 对了 夏合 你爹最怕你尿炕了 那天晚上 你把所有的炕都尿了个遍 不行 我得去给你找个干净的被子去 夏合 夏合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你要听话 照顾好娘 怎么了 姐 又出什么事了 学校出事了吗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到家门口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来找咱们的呀 不是 姐 我有一件事 很早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你别怪我 你又闯祸了 姐 我可是你亲弟弟呀 你能不能 把我往好处想 总是把我想这么坏 好好好 你说 我不想上学了 我想赚钱 跟你一块儿养家 或者 我到你那边去帮忙 我可以跑堂 我可以打杂 我干啥都行 夏合 姐明白你的心意 你是怕姐累着 干太多活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姐最高兴的 不是你能赚多少钱 干多少活 而是你靠自己的本事 好好学习 长出血 姐 你真的要把我急死了 你看你这段时间累的 都瘦成什么样了 你不让我干这个 不让我干那个 我都觉得我自己跟废物似的 胡说 废物才不会考第一名呢 姐是真的很累了 夏合 你得体谅姐 理解姐 要是你都不体谅我 那我还指望谁去啊 姐的下半辈子 还要靠着你呢 你自己说的 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 那行 但是你有事需要我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不许瞒着我 好 姐答应你 来 拉勾 拉什么勾 又不是小孩了 握手吧 姐让你拉勾 你就拉勾 顾海棠办学堂 是谁让他用我们朗家的地方的 是我 娘 顾海棠的家事 闹得满城皆知 我们朗家甩都甩不开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往前倒贴 你知不知道 这给我们朗家 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娘 这再怎么说呢 我跟顾海棠也是夫妻一场 总不能让外人说 我们朗家薄情寡义吧 这海棠也好 海棠家事也罢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咱们这个时候 要是避讳的话 那岂不是证明 外面报纸上说的 都是事实了吗 我们包容一点 多帮助帮助人家海棠 这就说明 我们朗家有情有义不是吗 你跟我们商量过了吗 今天学堂闹事 顾海棠欺骗学生引起民愤 又和咱们家扯上关系了 你知不知道顾海棠这样做 就是要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 你们就是看不明白 娘 学堂的事 您都知道了 我都快被你们给气死了 海棠是给你们下了迷魂药了吗 顾海棠到什么地方 你们俩就削尖了脑袋往哪儿去 你们俩是不是恨不得 整个昆阳城所有人都知道 朗家兄弟俩 都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以前还是月轩的嫂子 我都替你们害臊 你看我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怎么 你们还想互相包庇啊 不是 我就是有点奇怪 这事怎么传得那么快 都传到您这儿来 娘都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知道外面的人 都怎么说顾海棠吗 说她是扫把星 嫂子 你这话说得有点严重了 怎么就是扫把星了呢 你看把娘气得 月轩 顾海棠三分四次地惹娘生气 你为什么就是 又在吵什么呀 老燕 爹 因为一个顾海棠 闹得我们朗家鸡犬不宁 月轩 我问问你 你为什么对这个顾海棠 这么执着 你能给我一个 离不开她的原因吗 爹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我跟海棠在一起了 我也是真心希望 你们能够早点接受她 因为我们两个 是真心相爱的 听她把话说完 海棠 真的是一心为了朗里春好 最近海棠又研发出来了 一个新产品 不管从产品的本身 还是概念 都非常适合咱们朗里春 我一直想找机会 跟你们二老商量这件事情 也希望你们能够 给我们足够的支持 让朗里春和海棠合作